各位网友大家好 那么今天这一期视频呢 聊一下台湾主要有两件事 第一件事呢就是最近啊 在台湾有一个脱口秀节目 那么这个主持人呢 他就说 我们不是进口了美国的莱猪吗 不是有毒吗 但是我们台湾啊 可以把这个莱猪制作成为肉松 然后呢卖给中国 大家说好不好 然后下面很多台湾人就鼓掌 叫好太好了 好主意 那么第二件事呢就是 也是最近的一件事啊 就是14号的时候 有一个台湾人在网络平台上 发了一个帖子 说呢他因为讲这个武汉肺炎 跟中国的同学产生了争执 我猜测他们应该是在国外留学吧 因为应该一个班级里面 有一些台湾同学 还有一些大陆同学 然后呢 他们聊天的时候 这个台湾同学呢 他就故意讲 中国武汉肺炎 然后呢有一个叫司徒的 中国大陆同学就上去招呼他 好像是打了他 在他脸上打了一下 所以这个台湾同学啊 他是非常的委屈啊 他叫区啊 凭什么打我啊 我要验伤 我要告你 那么有一些台湾人呢 他就回复啊 说一定要验伤 建议先验伤 然后呢 再把这个事件 弄到网络平台 人闹多大 就多大 所以啊 可以看出来 这位台湾同学啊 他就非常委屈啊 就这两件事啊 这两件事啊 都可以看出来 现在大陆啊 跟对岸 台湾岛啊 现在不光是这个军方上层 对对方都有敌意 都是摩拳擦掌 准备干仗 现在连民间啊 这个对对岸的仇恨 都是已经到了一个高度了 恨不得啊 咬牙切齿啊啊 恨不得直接干仗啊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是非常危险的啊 这个对于民进党政府 对于台湾人民来说 都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以前我们说啊 大陆因为改革开放以来 对一些台湾人的投资啊 台湾的电影啊 台湾的明星啊 都是有好感的啊 加上这个中国的一些公知 比如说韩寒 高小松对台湾的一些夸大 说啊 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 台湾岛继承了中华文明的 温良耕俭让 台湾人真的好啊 又善良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最近这几十年 特别是最近这几年啊 台湾人他自己在 一步一步的消耗 中国大陆人对他们的好感 你要自己想一下 为什么现在大陆人一提到台湾人 就非常反感 甚至厌恶 甚至仇视的 以前我们啊 小时候还有这个台湾的什么 小火队啊 罗大佑的一些歌啊 还有这个林青霞啊 对不对 台湾那时候在中国文化界 还是有影响力的啊 中国人对台湾还是有好感的 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 这个态度是一百八十度的大反转啊 中国人一提到台湾 就很厌恶 因为你台湾人自己在做死啊 你看这个脱口秀的这个主持人 沾沾自喜 自以为聪明 自以为讨好了台湾人 台湾人我喜欢听啊 我喜欢听台湾人 台湾刺激中国的这个行为啊 我喜欢听中国的惨啊 最近中国不是又停电了吗 又停水了吗 这个长江以北都在挨动啊 台湾人啊 老是自以为聪明 自以为刺激到了中国人 但是呢 实际情况呢 你看到没有 中国人一点都不生气啊 而且呢 实际上你惹到中国人 中国人就要报复你 不是报复就是中国人就要打你 你看那个台湾同学就被大陆同学打了嘛 啊 现在已经过了多少个月了 国际社会已经是明令禁止 用这个武汉肺炎 这是带有误导性的歧视性的一个词语 结果现在民进党政府还是左一个武汉肺炎 右一个武汉肺炎 这明显就是在歧视中国人啊 所以啊 你就不能怪中国人动手了 很多很多时候我们都说君子动口不动手 但是这只是限于对方也是君子 如果对方是一个小人呢 我觉得没有必要了 台湾人啊 自以为小聪明 把自己真实的想法公布于众 我们大家都知道台湾年轻人也是恨中国的 他们也恨不得马上把这个进口的莱猪毒猪加工成肉松 大家都知道嘛 但是为什么台湾人要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说出来呢 现在最紧张的 最骂娘的 我敢肯定是台湾的那些肉制品厂啊 食品厂啊 食品公司啊 为什么 你把这个想法暴露以后人家怎么办 中国大陆对岸肯定是加强这个海关的检疫啊 所有台湾的猪肉产品都是要严格的检疫 甚至扩大到所有台湾的进口食品 那么台湾自己就受损严重啊 你一时嘴快 一时爽 但是呢 你让台湾自己损失惨重 台湾这些年来干了多少这样的愚蠢的事啊 总是说 你来打我啊 我就挑衅你了 你怎么样 你来打我啊 我左跳右跳 你来打我啊 结果呢 中国真的动手了 中国军机不断的绕台 中国军舰不断的绕台 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出来 最近这几年啊 台湾的国际战略空间在不断的缩小 实际上台湾的可以操作的空间已经非常非常少了 台湾已经走向了死胡同了 结果他们自己还在沾沾自喜 以为惹到中国了 这不是很愚蠢吗 而且这个行为啊 已经是再次打破了这些公知创造的一个幻境 台湾人温良恭敬让 对不对 真正的君子都是啊 就像这个玻璃杯一样啊 唐唐大啊 嘴小 就是说嘴严 我什么事情我不要说出来 结果呢 台湾人倒好 有什么事直接说出来 不喜欢中国人 不喜欢大陆 直接挑衅 那你看到结果了吗 还说什么 台湾人最美的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 结果现在台湾到处在全世界办那个诈骗公司 我还遇到过 我在法国还遇到过台湾人打诈骗电话 说陶同学啊 我姓陶啊 本身啊 你非常荣幸的告诉一个消息 你已经中奖了 请告诉我你的这个银行账户及密码 我们给你提供两个方式 第一个我们把这个奖品邮寄到你这边 第二个你可以去香港领奖 谢谢 然后呢 我立马就挂电话 我不知道为什么 台湾岛现在已经有这个名声了 诈骗岛啊 这些都是台湾人自己造成的 你自以为挑衅到了中国 结果现实中被中国同学暴咒 被中国政府暴打 这就是台湾的这个政府的短视 所以说我一直都是支持蔡英文的 我很多时候都说了 蔡英文现在做的事都是加速了中国统一 你像人家马英九多好啊 既能搞台独又能巴结美国两不误 既能从中国拿到好处 又能跪舔美国 又不被中国这边批评 结果蔡英文一上台倒好 站队美国一边倒 对吧 在中国这边呢 又拿不到好处了 美国那边呢 美国又要你割肉 又不跟你谈这个自由 台美自由贸易协定 又不跟台湾建交 所以蔡英文现在已经是进退两难了 他现在被台湾的这个民粹民意 是推着往前走 不能后退 不能有半步的后退 前面呢是深渊 所以今天发生的这两件事啊 都是表明了 这个两岸之间的这个仇恨已经到了一个程度了 两岸之间发生这个热战 我觉得应该是绝对有可能的 没有办法了 你两岸民间都已经仇恨到这个程度了 那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你能告诉我有什么办法 可以和平统一吗 没有吧 现在两岸都是视对方为敌人了 咬牙切齿了 那么只等中央号令了 所以啊 这位台湾同学 你也不要埋怨 你说这个武汉肺炎全部都是责任在于你台湾嘛 台湾人嘛 中国人是君子 但是呢 前提是对方也是君子 好吧 今天就随便聊一下 喜欢我的同学啊 可以订购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